さあ,がんば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こちらです, 关关旅游Tochigiの話を勉強していきます。 那,Tochigi大家有听过吗? 好像这第一段也有谈到说, Tochigi是在于非常好的地方, 还有很有名的名町, 但是知名度好像没有很高的样子,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来好好的认识Tochigi哦。 那这个文章的讲解的方式 当然是里面的单字文法 基本的我会解释 但是重点还是放在发音的练习 如果是你这种文章可以念得很流利 发音也是很标准的话 那一定是自己念得很愉快 而且讲给日本的朋友听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 哇 你真的是很道地的发音 很准 那这个也是会提升你学习的动力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 藉由这个机会 好好地训练我们的发音哦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看看第一段 世界遺産がある日光 県を代表するグルメの 宇都宮行者や土地乙女など 全国的に有名なものも 多いにもかかわらず なぜか県自体の知名度が低いのが 土地乙女など 好 那先到这边 单字还有文法的说明 第一点就是这个 多いにもかかわらず にもかかわらず就是 虽然怎么样 的意思 かかわらず 他字面的意思是 不管 跟什么没有关系的意思 对啊 跟什么没有关系呢 其实他有很多名称 可是呢 怎么样 跟这个没有关系 后面怎么样 なぜか なぜか就是莫名其妙的意思 で 知名度が低い 知名度が知名度低 知名度が低い 那高呢 知名度が高い 是这样子的 那念法的練習哦 通常一个说话的技术 就是他句子的开头 就是上下的幅度 要更明显一点 日文的中音是有高低音 对吗 然后开头是要高低音 明显一点 然后再来慢慢慢慢的 缓和一下 那这样子听起来很生动 又是没有听 听就不会很累的 那我们开始练习看看 怎么念 せかいさんがあるにっこ 高音听得出来吗 我把高音画起来哦 せかいさん 就这样子念 せかいさん 关键的音调在哪里 就是第一个字 跟第二个字字边 开头的低音跟高低 高音的差异 再高一点 大一点 せかいさん 相反的 如果你念的太平 せかいさん 或者是高一点 せかいさん 感觉有一点一点不一样哦 开头就是要明显的 せかいさんがある 好 ある 再来呢 にっこ にっこ 就这样子念哦 せかいさんがある にっこ 开いま 再来 県を代表する グルメの 宇都宮行座や 这边 県 这个地方 要明显一点の 県を代表する 代表する OK で 再来呢 グルメ グルメ OK の 宇都宮行座や 再来 土地乙 土地乙 とめ とちおとめ など 全国的きに 有名なものに ものも 多いにも かかわらず 可以想想看 这边要强调的 关键字是什么呢 关键字就是这个 おい 次然 多 所以这个部分的 音调要明显一点 怎么念呢 全国的きに 有名なものも おいにも かかわらず おいにも かかわらず 就这样子 おいにも かかわらず 要稍微 高音的部分 明显的提高 那就有一个 强调的作用了 好 后半段 なぜか 県自体の 知名度が 低いのが とちぎ県 这边也是一样 なぜか 莫名其妙的 这个也要强调 又是在 句子的 开头 所以呢 要在 高音明显一点 なぜか 県自体の 知名度が 知名度 自由名是高音 知名度が 低いのが とちぎ県 ひ く い 可以吗 知名度が 低いのが とちぎ県 可以吗 所以有没有发现 看到这边 我的念法 每一段的 开头 它的高低音 很明显 但是来到 后面呢 虽然是 有高低音 的差别 但是我 没有那么的 强调 对 日语的 念法 会有 这样子的 特色 特别是 那种 介绍 东西的 或是 广告 内类 的话呢 就是要这样子 念 比较 生动 一点 低いのが とちぎ県 好 再来よ 実際のところ 都心からの アクセスも 良く 自然に恵まれた とちぎ県は 多彩な魅力がある 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です 念下去よ 今回は 公用の名称中心に ご紹介しましょう 好 那 文法 单字 OK吗 第一个 実際のところ 就是 事实上 可以吗 実際のところ 那你也可以 讲简单一点 実際は 実際は 也可以呀 那还有 还有吗 都心からの アクセスも 良く 就是 都心到那边的 这个交通 很方便的意思 好 再来呢 自然に 恵まれた 就是自然东西 的 天然的资源 丰富的时候 我们会说 什么什么 に恵まれる 什么什么 に恵まれた 这样子 好 那大概是 这样子 音调的练习 开始 稍微 稍微把这个 笔 弄细一点 好 来哦 第一个 実際のとこ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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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好 稍微 拉高一点 実際のところ 再来呢 都心からの 都心からの 好 这样子下去 再来呢 アクセスもよく アクセスもよく OK アクセスもよく 再来 自然に恵まれた 自然に恵まれた 栃木圈は 多彩な魅力がある 好 这边是重点 因为要强调 栃木圈的 魅力 所以这边是 要稍微 强调一点 多彩な魅力がある 好 到这边 多彩な魅力がある 多彩な魅力がある 可以吗 好 再来 这边也是重点 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です 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です 听得出来吗 如果念得太平 平坦的话 会怎么样 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です 没有感觉 不感 对吗 所以呢 要明显一点 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です ところです 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です 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です 可以吗 高音 要再高一点 高一点 可以吗 一开始 感觉有点怪怪 但是听起来 是正确的 可以 好 再来 今回は 其实在结尾 这边 它也有高低音的重音 但是 我念的时候怎么样 没有强调的那么多 对吗 因为它是句子的结尾 除非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我通常是 稍微缓慢一点 然后平坦一点的 念下去 是因为 它的 它是句尾 句尾要听得很舒服一点 比较好 就是 慢慢的淡出的感觉 我再念一次 今回は 对 柔和一点 会比较好听一点 那 我这一篇文章的话 用这样子的方式 讲下去 大家可以提升 中音的练习 这是 这一篇文章的话 小伙子的 可以 可以 就会 这一篇文章的话 没有 体的文章的话 这一篇文章的话 就会 另外 再看 这一篇文章的话 可以 这一篇文章的话 非常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